我們自己直接幹會比較快 可是我覺得你去外面這種製作人這件事 本身就是一個今天的過程 你會跟不同的人接觸 他會有他的音樂敏感 那其實到從後來 大家真的是在憑誰的skill比較厲害嗎 其實大家好像是在憑 誰的音樂敏感比較酷一點 所以我會覺得去外面講製作人 可以學習到的跟比較重視的人在這邊吧 也真的 當製作人後還有一個拋銷的方法 就是最近國外也很紅這種丟恐怖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現在是一個完全剛起步的作人 那你剛完成那些步驟 你可能自己編得來一首學 那你可能可以營造一個歌手無力合作 你就先固定都編他的東西 然後盡量會編同曲風 至少把一兩個曲風Master Home 然後合熟悉怎麼處理一個人的聲音 這樣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是你會有多練習 也會算沒辦法賺錢 因為你們通常彈著我的時候 要嘛就是一首也兩千而已 要嘛就是乾脆不受錢 那雖然我賺錢 但第一會有多練習的機會 你會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會不會有點像 然後你中間會產生自己的想法 那第二個是 這種綁定方式會讓歌手 我們的手順便讓我們自己喜歡 對 大概這樣 Yes Sir 剛剛是不是下歌中獎 是不是 放音緩結 放音緩結 喔 放音緩結 太快了吧 阿中翔啊 上課了 我們當學生的時候 永江老師 多時間 我覺得我們假如 其實放音緩結 在放音緩結 他們可以自己表演啊 對嘛 那就沒有發音 沒有 放音緩結 回來表演 你們要在正面演啊 你們是要在正面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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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是啊 會要放舞嗎 還是 都可以 隨便成什麼就都可以 你們上場才錄的 沒差 你們還亂找寫的那些歌是 什麼 沒有啊 那個是 我們去戴上去那個 巴勒斯的 到現在還沒殺掉 還沒有 超條 去看他 超兵這個 怎麼可以殺掉 都過了 結束了 我們會不會叫做電 你們都沒殺電話 他有的是罵 超條的 不是 不是上次那個